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歡迎再次收看豬仔的頻道 今天第二隻推介在下午12時 我相信很多錶迷在吃午餐 同樣都是 豬仔拍片陪伴大家吃午餐 鏡頭前的第二隻推介 今天也是金石 因為今天有兩個錶迷 都問有沒有豬仔放快的手錶 當然他們問的顏色不同 豬仔今天正好構思了 都是拍方塊 這個豬仔最喜歡的CASIO G-SHOT 合影的手錶介紹給大家 這次方塊很特別 連packing box也有不同 採用了一個偽紅光管亮燈的設計 令人聯想到黑夜之中 在我們繁囂的城市 都有一個偽紅燈的景象 我們看一看城市氛圍的 一個packing box 你看到這個box也是做了一個高樓大廈 然後有些好像 一個 偽紅亮燈的感覺 這個box也是 很特別的一個鐵棍 再打開之後看到一隻b 一個特別版本 它不是限定版本 但它是特別版本 顏色很漂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相信 有很多標迷說 我淘寶也有看到 但淘寶也有看到 但淘寶也有看到的 不是原版本 而這隻是原版本 原版本 原版本 這隻就是一個幻彩色的標殼 你看到它有橙紫藍漸變的顏色的標殼 做了這個彩虹沉積的處理層 有些標迷看到這樣的標殼 會不會很容易脫色 我告訴你 一定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CASIO G-SHOT 做這些金屬的外殼 已經很成熟 尤其是它用在一些特別版上 例如MTG 它都用過這些幻彩色的系列 例如之前豬仔 也有很久之前 這個也是 火山雷的MTG 都會有用到這些幻彩色的設計 口碑是極好的 所以在G-SHOT裡面 用這些顏色 其他品牌我不敢說 但是G-SHOT的質素 我絕對可以放心 一個幻彩色的沉積處理的標殼 做了一個特別的不鏽鋼外殼 金屬外殼 首先金屬外殼 已經打破了G-SHOT 原來給人的感覺 G-SHOT給人的感覺 都是膠鏢 一些Sporty Watch 但是它配搭了 這個偽紅色的彩虹漸變的沉積標殼之後 的不鏽鋼外殼 給人的感覺 是一隻Fashion Watch 不只是一隻Sport的手錶 還是一隻Fashion的手錶 你看到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大膽處理的標殼 它的顏色 用色都很大膽 它配搭了金屬外殼 你看到Special Edition 很多時候都會配搭金屬外殼 跟它一般用的銀屬外殼 很不同 你看到它同樣有兩個鍋釘的孔 用了光身的標殼 拋光的處理 也是很有質感的 而這些標腳位置 都是做了一些漸變顏色的效果 標殼就說了 用了一個彩虹色的標殼 Dial方面 就用了一個黑底白字的晶體顯示屏 老實說真的會比較難看 但沒辦法 這隻標裡面 如果用白底黑字就很不配合 這隻標裡面 我會認同它用黑底白字 再加上了黑色的內影邊框 也有星期月日時分秒 在第一個版面上 也有一個LED燈 有一個夜光燈 方便 我們平時要用的時候 也可以用得到 一般的G-SHOT 不論它是特別版也好 還是普通版也好 它都做了200米的防水 以及一個防撞結構的功能 用上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這隻標也比較輕 原因就是它配搭了一條樹枝的標帶 這條標帶也不黏層 很順滑 而且它本身有少弧度 標帶帶上會比較貼手 也是有波浪的設計 也不會出汗的時候 沒那麼絕手 標扣位置用了油環 就是黑色的油環 再加了一個不鏽鋼的針扣 做了黑色的針扣 好了 而標底方面 就做了四顆螺絲系穩的標底 做了拉絲的底蓋 寫著了什麼呢 Japan movement Made in Thailand 泰國製造 20個巴的防水 不鏽鋼 還有一個快拆功能 你看到這裡有個快拆扣 可以自己更換 自行更換錶帶 也可以 我自己覺得有快拆扣也不錯 這條標是用電池的 而且它的總重量 因為配搭了樹脂的膠帶 它的總重量只有73克 整隻標 總重量是73克 所以比較輕身 而且比較貼手 這條標用電池大概兩年左右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兩年左右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好了 先擦一下 整隻標很帥 很有質感 這隻標 真是紅極一時 這個行形 是一隻很代表到 G-Shot運動標的一隻 象徵 43M的標徑 配搭了這個厚度 就是12.3mm的厚度 而Luck to Luck 就去到48 48 好了 整隻標的功能 要講一講解給大家看 這個左下角的Mode 按一聲 按了之後 就有Alarm 鬧鐘的設定 可以設定鬧鐘 接著有一個Time碼 有到計時 其實 Start Stop Reset 就是這裡 例如Start 對 一直到計時 你可以設定到計時的時間 但我剛才沒有設定 可以 Start Stop Reset 然後 再去 就是一個 Sorry 因為它進入了一個程式 之後就要再去版面 第三個就是Stop Watch 順時 Start Stop Reset 好 接著也是 出到第一個版面 Alarm Stop 然後再去到第一個版面 就是時分秒 星期月日 全自動日曆 至到2099年 所以不需要擔心 時間標準不差值方面 也是非常準確的 每月的時間標準不差值 只是正負15秒 即是一天是少於半秒的不差 非常準確 石英錶就是一個好處 即是有些錶迷 經常說我想要標準確 石英錶就最適合你 或者光動能的手錶 好了 這個錶用CR 2016的電池 大概三年左右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好了 事不宜遲 配戴給大家看看 戴上了豬仔14.8cm的手錶 這隻 危紅光管 危紅彩幻彩的 錶殼的手錶 究竟是什麼感覺 很棒 我自己覺得這隻錶 看看實物也很棒 好了 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很帥 整隻錶殼 不需要淘寶 我自己覺得 很漂亮 很有質感 再加上幻彩式的設計 如果你想要一隻 時尚的手錶 還有一個特別版的系列 這隻是不錯的選擇 而你又喜歡方塊G-Shot 或者你從未試過G-Shot 我建議你可以試一下 由G-Shot方塊入手 一個代表性的學習 好了 豬仔推薦多少錢呢 這手錶 1318 1318 一隻不受講學的G-Shot方塊 如果你還未買 夠聖誕節禮物 給你身邊的親朋戚友 可以考慮一下 G-Shot方塊 好了 或者一年到尾 做了一年過去了 可以買一隻錶 紀念給大家 紀念大家自己過往的一年的努力 好了 因為昨天有個錶 告訴我 他感覺到自己 這個年底的時份 就要買一隻手錶 去獎勵自己 那他就來了很晚 來了深夜 來了豬仔 差不多收工時份 11點 就來了豬仔 買一隻手錶 好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 情懷 好了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聽清楚了 1318元 豬仔有三隻現貨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在封面那裡有 WhatsApp電話 或者你如果 不想錯過豬仔筍錶推介 可以按鈴鐺 訂閱 下次再有筍錶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到你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G-SHOCK方法 這個幻彩沉積處理的不受講表學 城市氛圍感的主題 好了 喜歡這條片的 就盡快找我了 拜拜 下集見 G-SHOCK方法